玻璃台灣醫院爆發了群聚感染之後 也宣布了病患進空 急症重症優先送到的就是零口長根 當然也讓這些地方的醫護壓力倍增 不過再怎麼忙不喊累 一定是獨家訪問到兒科急診醫師 就特別透露院內所有醫護人員 大家願意挺身而出相互幫忙 將病人抬到救護車上 隨著桃園醫院疫情升溫 宣布病患進空 陸續轉往其他醫院 四大急重症更優先送往零口長根 讓醫護負擔倍增 那急診可能就會比較繁重一點 其實做好基本的防護其實是還好 因為醫院都有提供就是 防護措施跟防護的裝備可以使用 護理師嘴上不寒苦 但辛勞可想而知 零口長根兒科急診醫師吳昌騰也坦言 雖然忙到要加班 但院內醫護都願意挺身而出 助一臂之力 特別有一部分的醫師 會來專者來照護 那當然轉過來病人 然後基於我們同事醫護人員 我們當然是義不容辭 為了落實分藏分流 人力調動工作更吃緊了 不過一談到最近替桃園醫院 轉診來的孕婦親手接身 吳昌騰就露出欣慰的笑容 是個雙胞胎的孕婦 那我們也小兒科的人力 還有我們的副展科人力 還有麻醉科人力都有去投入 然後也順利完成這樣的一個孕婦的生產 橫跨好幾個科別 大家全副武裝 在富壓隔離病房 同心協力 吳昌騰認為 團結就是打敗病毒的關鍵 面對看不見的敵人 醫護紛紛繃緊神經 期盼支撐牢牢的防護網 守護台灣 記者何仁凱若瑋 劉仁桃園採訪報導 你